印象最深的就是他 不畏惧外界的评语 二度的参与 红马秀的一个演出 他在角色的诠释 或者是不同的身份扮演方面 可以有一些比较多的可尝试性 健保养 做靠医美学 大家好 我是浦韵整形外科诊所院长 张子倩医师 这里有最实用的整形新知 也有最潮流的医美趋势 陪你一起 美丽升级 自信满分 子倩医美学 上课囉 KPOP女子天团 BLACKPINK 她们跟所属经纪公司的合约 在2023年8月到期之后 迟迟一直没有续约的下文 那不仅是粉丝们很紧张 那其实一些所属投资人 也都是信心一直掉时的 YG的股票直线下跌 好险在2023年年底 终于 BLACKPINK 跟她们的所属经纪公司 签了一个团体的合约 那一签约之后 马上YG的股票就上涨了25%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的一个数字 有一些眼尖的一些朋友 就提醒子倩医师说 他们其实签了只是团体的合约 他们个人都还会有 各自的一些合约或者是表演 所以不管这些 他们个人合约的走向如何 BLACKPINK的所有成员 他们的发展应该都是会在 更上一层楼的 今天子倩医师就是要来讨论说 这些团员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那他们的特色在什么地方 那他们将来有可能的一些发展的趋势 或走向是怎么样 所以这一集也非常的欢迎 BLACKPINK的粉丝一起分享 留言参与讨论喔 首先我们要讲到的就是LISA LISA其实它有眼尖八笔之称 主要是因为它特色的气流汗 然后一个大圆眼 它的下巴是比较短的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短宽脸的感觉 它的苹果肌是属于比较饱满的 而且嘴唇是比较厚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脸型的搭配之下 就会呈现一个甜美可爱的一个感觉 那除了脸部以外 它虽然只有167公分 可是因为它的比例相当的好 所以就会给人家长腿啊 甚至直角尖的这样一个好身材的印象 那其实子倩医师对她印象最深的 就是她不畏惧外界的评语 二度的参与风马秀的一个演出 勇敢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一个表现 所以将来非常有希望 可以好好的为女性来发声 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Jennie 她由人间相奈而之称 那以她的外观的特色来讲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她的眉心到头顶的比例比较长 然后下半脸的比例是比较小比较短的 有一个头包脸的流畅的脸型 然后以她的鼻子来讲是比较小巧的 她的嘴唇是比较厚的 所以以她的脸型再加上她的鼻子跟嘴唇 其实会有一个比较幼态的感觉 但Jennie她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她的眼睛 因为她的眼距是比较宽的 而且眼睛呈现一个细长型 所以会给人家一种比较冷艳的感觉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冲突感 她在角色的诠释 或者是不同的身份扮演方面 可以有一些比较多的可尝试性 那她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她现在参与了HBO美剧的演出 所以紫茜医师十分看好 她之后成为一个全方位的 国际型艺人的发展的方向 第三个紫茜医师要提出来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Rosset 她其实是人称 因为她的发色的关系 她也有一个澳洲野玫瑰之称 那以她的五官来讲 她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亚洲人的五官 就是说她的五官的立体度 其实没有非常的明显 她的颧骨啊脸颊都是属于比较平坦 其实她的五官比例 也是有遵照三庭五眼的比例 所以在比例上也是相当完美的 那她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她的下汗骨的骨线的轮廓是非常的明显的 脖子的线条也是相当的好看 因此她拥有好看的一个天鹅景 以这样子的五官来讲 其实紫茜医师非常的建议就是说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亚洲人 都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五官 可以透过一些五官精雕 甚至是微诊或者是小手术 来改善我们的五官特色不够明显的情况 就可以得到很多加分的效果 针对于Rosset的话 紫茜医师觉得说 因为她的音乐方面是很有能力的 所以紫茜医师觉得 她以后在音乐啊创作啊 这些表演的领域 或许都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国际化的发展 第四个我们要讲到的就是Gisoo Gisoo她是Blackpink的颜值担当 也就是他们的门面 她虽然没有Lisa的深邃五官 或者是Jenny的那种独特的冲突感的猫眼 但她的整个脸是非常好看的比例 那她的五官其实是脸是非常小巧的 但她的额骨就是额头的地方是饱满突出的 所以她是一个典型的骨像美人 也就是韩国人最喜欢的一个美人的脸型 那她的眼睛其实是属于细长的 那眼尾比较下垂一点点 所以会有凝固感的一个感觉 那她的鼻子三根是明显的 但却不会觉得很犀利 那她最突出的地方应该就是她的嘴唇了 因为她的嘴唇有一个花瓣唇 就是说她笑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爱心的形状 也就是因为她的外形这些突出的地方 她是整个团里面第一个开始出来演戏的人 那今天这一集经过子倩医师的分析下来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Blackpink的团员里面 各自都有各自的特色 可以说是四人四色 其实我们平常如果说对自己的五官或外形 没有那么满意的时候 不要一味的去追求王美脸 不是说网路上流行什么样的鼻子 什么样的眼睛好看就一定适合你 而是应该寻求专业的建议 所以子倩医师非常建议有这些困扰的人 可以来跟子倩医师聊聊 让子倩医师分析你的脸型啊 甚至是骨相啊 帮你做一些小微调 突出你的个人特色 这样在你的外观上面就能更大大的加分 看保养 最靠医美学 我们下集见喔